对于我来讲的话 这一年是很重要 因为的话在视觉传交流这个领域 然后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这方面是非常之大 然后这一年的话 这一年给我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一个是因为我们班有很多中国人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生活上面或者是各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迎刃而解 不会说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然后第二的话是在学校里面 然后这样子和 每天会见到其他法国同学 然后这样子的话 在语言上面会有很大提高 其实在去年的话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是创意课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平面设计 然后因为这两个课的话 对我来说首先是非常有趣 然后其次的话因为在这边上课很重要一点是平常都是个人 就是每个课都会有单独和老师交流的时间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之后毕业之后 我是会回到中国工作 然后但是之前的话 我是希望能在法国这边试着工作 或者是一两年几个月这样子 在学校的话 他会给我们每年安排有制定的 每年一定要做一些实习 然后这种的话 这是很好的在这边接触法国这边社会 这边公司这样子运行的一种很好的机会 回中国之后 我是想在广告领域 尤其是像平面广告或者是视频广告这边发展